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鹿是队员们为这只驼鹿起的小名 驼鹿在中国极为罕见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它的四条长腿和高耸的肩部 都与骆驼相似 因此得名 小鹿获救时还不到两个月大 队员们发现它时 它被树枝卡在水势大涨的南洋河里 已经处于晕厥状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鹿种 五个月的时间 它不仅恢复了健康 而且长成了一米五的大高个 尽管如此 队员们依然对它充满担忧 今年冬天的降雪量很大 食物难寻 再加上南洋河湿地的蛇利 数量较多 大伙都知道 没有父母的陪伴 小鹿现在回归森林 一定撑不过这个冬天 等到冬雪消融 春芽土绿 那时 小鹿找到同伴 并存活的几率 都会大大提升 随着个头一起长大的 还有小鹿的急性子 每次吃饭 它都等不到食物上桌 小鹿每日两餐的伙食 都是由稻草 饲料 和一些营养品 混合调制而成 不仅它爱吃 它的邻居蓝大胆 也经常不请自来 除了打扫和喂食 负责照顾小鹿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陪同它 在管护区域内活动 这片管护区域 占地250平方米 本就是一片天然的森林 在这里活动 可以让它更好地适应 日后的生活环境 失去了父母的小鹿 虽然有人类陪伴 与人类亲近 但这份陪伴注定短暂 作为野生动物 它的野性是与生俱来的 它真正需要的是同类的陪伴 只有森林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